原标题 为什么还会有人想死?古代的犯人,一般宁愿被杀也不愿意发配边疆,常言道,好死不如来活着,活着不好吗?为什么宁死也不愿意发配边疆?我们看看原因,发配边疆是比较残酷的刑罚,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这种刑罚。 当时,皇帝绞尽脑汁希望削弱贵族的权利,不堪削弱的贵族有的就起兵造反,这种直接派兵出杀就可,出杀的一般都是主犯,而从犯就被判定发配边疆。 古代发配边疆的地方,一般都是荒芜之地,例如人烟稀少的西北沙漠,银河徐发配伊犁,东北苦寒之地,吴兆迁发配宁古塔,西南燕壮之地,领布维勒令到蜀地,东南荒芜小岛,苏氏发配到海南,这些地方在今天有的,成为旅游景点,但是在当时可以说是人间地狱。 首先古代是没有飞机,火车这类交通工具的,那些发配边疆的犯人,需要一步步走到发配之地,很多犯人还没到地方就累死了。 而且,到达目的地之后,哪里的环境恶劣加上水土不服,这样又有一批人死了,最后的幸存者就开始了悲惨。